在古时候 有个卖烧饼的人 叫李二傻 你别看他名字中带着一个傻字 他这人可一点都不傻 他可是精明着呢 李二傻这个人非常的抠门 而且呢 还喜欢斤斤计较 从小到大 他是一文钱的亏都没吃过 别看就这一文钱 在他心里 可是比那磨盘都大 他不管做什么 都是一文一文钱的抠 可能 这就是所谓的抠门吧 大家好 这里是天青教主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这一天 李二傻的烧饼摊钱 突然来了一个 拉里拉他的老头 这老头们满脸的胡茶 头发就像是刚从鸡窝里钻出来一样 怎么看都是一个要饭的 这个老头 在李二傻的烧饼铺摊钱 赚了好半天 最后 从怀里掏出来了两文钱 老头把这两文钱递给了李二傻说 这位老板 我是一个外地来的算命先生 来到这里的路途中 被一伙强盗抢去了身上所有的钱财 我身上如今就剩这两文钱了 我看 能不能让我用这两文钱 买你一个烧饼吃呢 滚远一点 这是那里来的要饭的啊 我没看到我这牌子上 写得清清楚楚 一个烧饼三文钱吗 你拿两文钱 还想买我的烧饼 你是一个算命的又怎么样 我看你就是一个骗子吧 该去哪里骗 去那里骗吧 我这里不欢迎你 赶快给我走 李二傻很不耐烦的 就赶走了老头 这李二傻可是抠得出名了 想两文钱买他的烧饼 不管是谁 就是他亲爹来了 都是不可能的事 只是可惜 这老头是外乡人 并不知道李二傻的为人 更不知道 他对一文钱看得有多重 老头看了看手中的两文钱 叹了口气 转身就离开了 没有办法 这一文钱难倒了英雄汉 本来想着 李二傻会是一个好人 看自己可怜的份上 会两文钱卖给自己一个烧饼 没想到 这李二傻不卖就不卖吧 还羞辱了自己一番后 直接把他给轰走了 说实话 碰到这种情况 一般做生意的人 都会卖给老头一个烧饼 毕竟 只是一文钱的事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但是这李二傻他就不行 他扣啊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在东城那一座寺庙门口 突然就来了一位算命先生 城里的百姓都在传 说这个算卦的老头 算得是非常的准 李二傻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就有点动心了 也想去找这个算卦的 给自己算一卦 看看自己何时能够发财 毕竟 这副烧香 穷算命嘛 越是这穷人 就越喜欢算命 这一天 李二傻就和自己的两个朋友 一起结伴而行 准备到东城的寺庙门口 找新来的算卦先生 给自己几个算上一卦 看看自己的命运如何 快到寺庙门口时 几个人远远地就看到 在寺庙门口的左边 有一个算卦的摊位 摊位上方还立着一个黄色旗帜 上面写了三个大字 刘神仙 不用问了 这个刘神仙 肯定就是近段时间 在城里传得神乎其神 外地来的那个算命先生了 几个人刚走到刘神仙的挂滩前 正好前面有个人算王挂离开 这个人是边走边说 这刘神仙 还真是神啊 算得真是太准了 几个人听到 这人对着刘神仙的评价后 也是激动不已 看来今天他们几个是来对了 几个人赶忙就凑上钱去 开始算卦 首先 就是李二傻的一个姓徐的朋友 由他先来算 这也是李二傻故意让他先来的 毕竟 他还是有点疑虑的 如果真算得准的话 自己再算 要不然的话 自己的钱不就白花了吗 就神仙先问了这姓徐的生辰八字 然后就掐着自己的手指头 开始算了起来 留神仙算完之后 就告诉姓徐的小伙子 这位公子 你的命还是不错的 要不了多久 你老婆就会给你生一个大胖小子 你的这个儿子 以后可是会做大官的人 以后你就等着享福吧 这个姓徐的听完后 心中就是一惊 他对李二傻说 这算命的算得还真准 我媳妇的确是怀孕了 已经怀孕六个月了 马上就要生了 只是 是这男孩 还是女孩就不知道了 来来来 你们也快让这个先生 给你们算一下吧 徐公子起身准备离开 起身前 他直接拿了十文钱 放在了挂摊上 另外一个朋友 他也姓李 叫李明智 留神仙还是一样 先问了他的生辰八字 然后就对他说 这位李公子 你以后 可是个大富大贵之人 一年后 就能够考中进士 而且 还能够在当地围观 你这命运真是好的 没话说 李明智听了自己的挂后 心里是非常的高兴 李二傻和他那位姓徐的朋友 也是纷纷向李明智表示祝贺 李明智没有多说什么 反正是挺高兴的 他直接就拿出了一两银子 放在了挂摊前 作为自己这次算挂的挂费 这接下来就轮到这里 李二傻了 算挂先生 看了他的生辰八字后 就是眉头紧皱 从他的表情 也看不出来这挂是吉是凶 李二傻就有点急了 他开口就催促了起来 刘先生 有什么就只说好了 你这表情是什么意思呢 这位公子莫及 你的命运很不简单啊 我也是一时激动 有点失态了 公子的命运 是我这些年 见过最好的一个了 你以后 不但能够成为 本地最有钱的富商 还能做大官 比起刚才那位姓李的公子 你这官可是大得多了 李二傻一听 心中也不免激动了起来 不过 同时他心里 还是有点嘀咕的 因为他还没有失去理智 他根本就不敢太相信 自己就是一个卖烧饼的 而且都这么大年纪了 也没读过书 自己能当官 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李二傻有点不屑的 就对刘神仙说 我看先生说的可未必 你可不要糊弄我 我就是一个卖烧饼的 怎么能当官呢 还当大官 你不会是骗我的吧 刘神仙们看着他呵呵一笑道 这位公子 至于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不想知道 但是 从你的生辰八字上来看 你以后的确是能做大官 而且还能把生意也做得很大 你若不信的话 我们十年以后再看 今天你也不用给我挂费 十年以后 如果我算得准了 你再来给我送挂费就行了 这里二傻一听 这样行啊 自己眼下不用花钱 那就当玩笑一场 他就对刘神仙说 那行 如果你算得准了 到时候我给你白两黄金又如何 但是 你如果算得不准 到时候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非砸了你的摊子不可 刘神仙还是不急不缓地说 这个当然可以 不过 我还有一句忠告要给你 那就是你的命运的确是非常了得 但是你命中还有一个大劫 这个劫难 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你会死在一文钱上 这一点 我希望你一定要记好 千万不能忘了 以后一定要注意 特别是一文钱 就这样 几个人算完挂以后 就各自离开回家了 没过几个月 这姓徐的朋友 他的老婆 果然就给他 诞下了一个男婴 这个朋友可是高兴坏了 他家可是几代单传了 他父亲最大的愿望 就是抱孙子了 当天 他就跑到了刘神仙那里 重新又给他奉上了 五两银子挂费 这里二傻 另外一个朋友李明志 他本来就是一个读书人 家里面也有点钱 他读书也特别的刻苦 这一年之后 他进京赶考 还真就考中了举人 我在他父亲的操办下 又隔了一年 就在他们那里 做了一个县令 他也真的当官了 这几件事传开以后 可就再次证实了 这就神仙的卦 那是算得真准 这样一来 李二傻也不得不相信 这留神仙当初的话了 当时他虽然说 自己的命运好得出奇 还能做大官 但是他还给了自己一句忠告 那就是 自己会死在这一文钱上 就这样 李二傻就开始担心起自己的命了 所以他从此以后 就闭口不谈一文钱了 他决定自己以后 都不再说一文钱 也不会再要一文钱 正是因为这一文钱的灾祸 他卖烧饼的时候 也不再计较一文钱了 经常的会给客人免去零投 而且买得多了 还会赠送几个凑合整数 就是因为他不再计较 一文钱的小事 所以他的生意是越做越好 越做越大了起来 有了本钱以后 他就直接改行了 开始做起了饭店 客栈的生意 不管他现在的生意做得有多大 多有钱 他就只有一点 就是不论是做什么生意 买什么东西 卖什么东西 都不会存一文钱的零投 买东西就多给凑涨 卖东西就直接抹除 反正是 在他的生活当中 绝对不能出现一文钱的事 李二傻做生意不再斤斤计较 所以他的生意真的是越做越大 慢慢的 他还涉足了别的行业 很快就真的成了 城里的大富商 这有了钱以后 找他办事帮忙的人就多了起来 很快 他就得到了一个做官的机会 因为当时的朝廷国库有点空虚 为了筹措资金 抵抗外敌 安抚民心 朝廷出了一条规定 就是全国各地的富商 只要你捐够了一定的银两后 就可得到一个县令当当 说实话 这个消息对李二傻来说 还是非常及时 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 他也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你不管多有钱 你都会被人欺负 就像他做生意这些年 也是经常被一些地痞流氓欺负 出门了还害怕强盗收拾 所以 你必须还要有权 怎么才能有权呢 那就必须要做官了 这机会不是来了吗 在朋友的帮忙和操作下 李二傻捐出去五百养白银之后 就顺利地在外地 坐上了一个县令 坐上县令以后 看看他的本性就暴露了出来 他开始不择手段地 往自己怀里捞钱 对他来说 他的五百养银子可不能白花 必须要尽快给捞回来 其实他的本性并没有改 他还是原来那个 卖烧病时会为一文钱拼命的李二傻 一年后 李二傻的本钱 其实早就捞回来了 他也准备随时拍拍屁股走人了 毕竟干这事 还是挺危险的 万一哪天 官家一生气 他把自己抓起来 杀了头 那可就不好了 不过 他还没来得及脱身呢 就又有一个更大的县令 掉下来砸中了他的头 朝廷为了筹集军费 直接拿出了一个知府的官职 这个可是一个大官啊 这个知府的上任文书 阴差阳错的 就落在了李二傻的手里 原来 李二傻官场上的一位朋友 和朝中的一位大臣之子 关系非常的好 这个文书 就是这个大臣之子 从宫中花钱弄出来的 他的目的就是倒卖挣钱 这不 他就通过这个人 找到了李二傻 李二傻看到 这么一个大馅饼 砸到自己的头了 他怎么能放弃呢 所以他就花了高价 把这文书买了下来 做了这一年多的县令后 他也是知道 这当官 可比做生意捞钱快多了 如果能做上这个知府 那捞钱的速度 不是更快了吗 等自己捞够了钱 再跑也不迟 就这样 李二傻就做上了知府 之后他还是同样的手段 什么都不管 就是不择手段的捞钱 压榨当地百姓 这也是他做知府的真正目的 不过 这一次好景可不长 他刚做了半年的知府 这本钱还没拿回来 他就出事了 当时这个时期 正是时局动荡的时候 这一仗 朝廷打输了 叛军攻占了当时的很多县城 正在这里做官的李二傻 慌忙带着自己的银子 卷起铺盖仓皇逃命 李二傻逃到一条大河旁边时 就看到了河边停着一条渡船 他带着自己的金银 背上随身用品 就准备乘坐渡船过河 上了船 怎料那船夫却并不开船 而是看着李二傻不说话 李二傻是怎么催促 他就是不开船 船家对李二傻说 我这条船 是要先交钱 才能过河的 要想过河 把钱拿来 要钱 自己有啊 自己随身携带着 大量的银票呢 不就是钱吗 他就对船家说 你快开始撑船吧 钱没有任何问题 你要多少 我给多少 谁知道这船夫 却摇了摇头说 不行 这是我的规矩 必须要先付钱才开船 李二傻也不想和他多说 直接就从怀中 掏出来了一定银子 递给了船家 不过这船家 并没有伸手去接 而是看着他手中的银子 摇了摇头 李二傻又把银子揣进怀里 从怀里掏出来了一定金子 递了过去 现在可是逃命的关键时刻 不管花多少钱 自己都会给 谁知道 这船家还是没有接 李二傻可就急了 他赶忙就问 难道你是想要 签两银子不成 船家继续摇摇头说道 不不不 你误会了 我只要一文钱 听到船家要一文钱 李二傻就有点生气了 他自从改行开始做生意以后 就再也没有使用过一文钱了 而且 自己家里任何人在他面前 都不敢提这个一文钱的事 这可是他忌讳的事 不过 他虽然非常的生气 但眼下自己可是有求于人 现在可不敢发火 他对船家说 这位船家 我身上根本就没有一文钱 我给你一定金子 你看行不行 船家直接就回答说 不行 我有自己的规矩 一文钱 就是一文 多一文都不要 少一文也不行 这一下子 李二傻可是真的傻眼了 多给钱都不要啊 就非要一文钱 这不是要自己的命吗 听这身后的马蹄声 越来越近 李二傻是真急了 他做事就要扑上去 准备抢过船桨自己来滑 正当这时候 船家却拿起船桨 扑通一声跳进了河中 哈哈大笑着离去了 船家一走 没了船桨 李二傻就算有再大本事 他也滑步走这船 最后 李二傻还是没有逃掉 被判军抓了起来 他们抢了他所带的金银 当众凌迟处死了他 毕竟他可是前朝的大官 而且还是一个欺压百姓的婚官 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拉拢民心 所以他必须死 李二傻死后的第二年 天下慢慢也就太平了下来 人民也都安定了下来 当初李二傻去外地当官时 并没有带上自己的老婆 他的老婆还在老家 这一天 李二傻的老婆在街上 突然就碰到了刘神仙 看到刘神仙后 他扑通一声跪下了 对刘神仙说道 刘神仙 你真真是一个活神仙啊 你算得真是太准了 我家李二傻 真就死在了一文钱上 其实老婆对李二傻的死 并不是特别的伤心 毕竟李二傻当初可是抛下了自己 自己去外地逍遥快活了 临走时还想修了自己 他其实早就想李二傻死了 不过他老婆心中还是有点疑问的 他问救神仙 刘先生 你为什么会算得那么准呢 当初真的知道他会不得好死吗 你怎么就能料定 他会死在这一文钱上呢 其实对于这件事 刘神仙他自己也根本没有想到 他也了解李二傻和他老婆的关系 他家里的情况也知道一些 所以就把事情原委告诉了李二傻的老婆 原来这刘神仙的确是一个算命的 不过他的本事真的是没那么高 他只是察言观测的本事强了一点 还有就是他其实还是李二傻的熟人 他就是当初那个用两文钱想买李二傻烧饼的那个邋遢老头 他给李二傻的两个朋友算得那么准 那是因为他平时观察到那姓徐的老婆 经常会去庙里烧香拜佛 所以他早就见过徐公子的老婆 也知道他怀孕了 说他会生男孩 那是因为他凭借经验 观察了徐公子老婆的肚子形状 至于那个李明志 那是因为自己每天早上 一大早就会去出滩 天很晚才会收滩回家 不管是自己出滩 还是收滩的时候 他都会路过李明志的家 每次路过 他都能看到李明志在屋子里读书 这么一个认真的小伙子 你说他能不考中个劲是什么的吗 至于给李二傻算得挂 他完全就是胡说的 说李二傻会死在一文钱上 那也是他想报复李二傻 你不是把一文钱看得很重吗 我就是要让你损失掉这一文钱 当初就因为一文钱 李二傻可是当众羞辱过自己 当时他找自己算命时 自己就已经认出了他 只是李二傻没认出自己而已 没想到 这命运就是这么多的巧合 李二傻所经历的一切 可以说是巧合 也可以说是必然 正是应了神仙的那句话 他会死在一文钱上 所以他真的放弃了一文钱 也正是放弃了一文钱 他才把生意做大 直到做官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